由于装备飞机种类繁多 加上后勤保养不善以及飞行员技术不佳 印度空军经常发生坠机事故 轻则飞机损伤重则击毁人亡 事实上在世界各国中 印度并不是坠毁战机最多的国家 那么到底是哪个国家 为何会战机频频坠毁 是战机老旧还是飞行员技术不佳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在评选全球军机事故率最高的国家这一问题上 国人总会刻板地认为 这个荣誉应该归印度所有 没错 拜HAO高超的制造和维护水平所赐 印度军机总是在以恒定的速率从天空坠落 从1947年到2008年 坠机数量已经卖过1000架大馆 达到了惊人的1024架 但是与美国相比 无论是坠机数量还是现场惨烈程度 印度都是小物件大物了 从1949年到1988年 即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就损失了近1.2万架舰载机 和8000多名飞行员 加上美国空军的坠机数据 美军坠机数量远远超过同期地球上 其他所有国家军队的坠机总和 即便在弹射座椅救生性能和飞机安全性已经大幅提升的今天 美军坠机事故数量仍远远超过印度 据美国国家军事航空安全委员会 近日发布的最新统计报告 仅在2013年到2020年这7年时间里 美军共坠毁了186架军用飞机和直升机 导致224名飞行员和平民死亡 直接损失达116亿美元 报告指出造成美军坠机事故高起的主要原因是 美国政府在2013年开始的预算削减 这直接导致了军纪维护人员的流失 飞行员训练飞行时间的减少 以及维修站点的关闭 美国三军航空兵被迫以更少的钱做更多的事情 与此同时美军还要在叙利亚和阿富汗大打出手 导致了进一步的恶性循环 报告指出 新飞行员获得的培训飞行时间更少 越来越依赖飞行模拟器 由于人才的流失 培训他们的教官也有经验不足之险 地勤也存在类似情况 一些新入伍的维修人员 甚至不认识维修飞机所需的基本工具 因为他们在地勤学校里没有拆过真级 在计算机培训程序上 只需单击鼠标即可拆下飞机面板 所以从学校毕业后 大多新维护人员甚至不知道 十字和标准螺丝刀之间的区别 当训练不足的飞行员 驾驶维护不足的飞机升空后 事故就会接踵而至 美军坠机率从2013年开始逐渐攀升 到2017年夏季达到顶峰 在2018年继续发生一系列致命的坠机事故后 美国国会于2019年成立了 国家军事航空安全委员会展开调查 结果在为期两年的调查期间 美军又摔掉了29架飞机 夺去了26条生命 造成了22.5亿美元损失 让2019年一口气摔了17架飞机的印度 也感到汗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